我們剛剛講的不是有很多的菇婆玉嗎? 那邊的話是不是遮陰比較好對不對? 那邊也出現像鍍鷹或青鋼粒這些就是長綠樹比較多 那這個地方你就可以看見是不是陽光比較強 然後也可以看到石頭比較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後面這個叫做黃蓮木 它是會落葉的 也就是說這裡的環境就比剛剛下面的這個環境就會比較乾 變動就比較大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在認識植物的時候有幾個重要的特徵可以拿來做一些參考 就是可以使用 像這個I16冰粉蓮它是商科龍鼠的 所以它的葉子這個地方你可以拍照可以看到葉子這邊有一個叫拖葉痕 有一環的拖葉痕 那會有這樣的一個特徵的只有兩類的植物 一個是玉蘭科的 賣玉蘭花或者是烏心史這一類的 第二類就是商科龍鼠這一類龍樹這一類的 就是它的果實是引花的 是一個引花果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都在樹幹上面就是金上面這個叫做葉翹 但是雙子葉植物 一般你很少看到雙子葉植物它的葉柄會包住樹幹 所以這一類的植物你可以看到 它的葉柄到這邊會形成一個翹狀包住的 包住的也很少有雙子葉植物它的葉子會包住 這是五家科很重要的特徵 所以你只要看到這個葉柄下面包住樹幹的 這個是五家科很重要的特徵 所以你就看這個 你可以看到這個特徵大概八九不離十 你就去觀察的時候就很容易去認識它 這個是商科龍鼠的重要特徵 那我們這個地方有出現了像這樣的一個聖覺的環境 所以除了我們看的大的地方還有小的地方 其實都是一個環境在一個不均質然後變動非常多的 而且是破碎的狀況下 所以你一路上看來你就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 然後有不同的變動的狀況 那我們往上走 那個黃蓮木 為什麼要YG YG為什麼要YG 可不可以問一下那為什麼黃黃的那個 不曉得可能是之前有一些泉水流出來 或者是溫泉的地方 其實YG的東西蠻多的啦 這樣齁 蠻多的 怎麼叫YG啊 YG就是那個YG喔 啊不是小YG喔 怎麼叫YG啊 YG就是它的葉脈 左右不對稱 葉雞就叫葉雞 葉尖葉脈 你看有沒有歪 有沒有平衡 它是歪一邊啦 什麼叫YG 像台灣藍樹也是YG啊 鐵色也是YG啊 有那個大的YG 有的小的YG 所以這是大YG還是小YG 這個是大YG 這是大YG 是不是兩邊不對等它很明顯 就是它這裡 這怎麼叫大YG 那這叫什麼樹啊 鐵色的YG沒有那麼大 那這叫什麼樹 黃蓮木 黃蓮木 啊我們不要亂採亂丟掉 既然採了當然 我們給我船一下 這樣喔 對不對 不是說它很大 是指哪裡很大 它的彎度 它比例很大 你這麼大這麼小啊 這葉子這樣歪一邊這樣 他剛才要找我 就是一